有一个小女生 五岁的时候呢 有一次她在电视上 看到了那个非洲小孩 一直死亡 理由很简单 因为没有水喝 没有干净的水喝 她得疟疾 一个船一个船 然后她就跟妈妈讲说 那为什么我们不买水给她喝 她说没办法 太远 第一个 第二个那边如何如何 她说那该怎么办 她说应该挖井 挖井然后过滤 那这样的话 才不用喝那种水沟的水 那根本就是瘧疾到处流通 这样 她说那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去挖 她说那挖要钱 那钱应该怎么弄 我们可以跟有钱的人 意思就是讲化缘 就募集就对 她就说好 因为她的生日快到了 她就把她生日礼物 她生日一来了之后 她就把所有人的生活礼物 给她生活礼物 通通堆叠在一起 然后她妈妈为她办了一个生日 西方人很特别 她就会办一个什么生日的party 什么 讲到这个要讲一下 西方人看重生日 东方人也跟人家在搞那个 看重生日 其实是不太一样 东方人其实并没有这种文化 并不全然有这种文化 西方人从小孩子 他就爸妈就很看重他的生日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是因为他们信仰上帝 上帝造人 所以人被上帝所造 叫做出生 这是一个上帝的恩典 在他们思想里头是这样 那既然是恩典的话 做生日的庆祝就具有两种意义 第一个 你被上帝所选择跟创造 懂吗 懂吗 他是值得被赞扬 被庆贺的 因为上帝造了你 就是要将他恩赐 他的大威力 满足于你的需要 他让你享受人生 然后最后回到天国 他的逻辑是这样 所以你被创造 是值得庆幸 第二 感恩上帝 当然感恩上帝常常 在感恩节一天搞定 那第一个 庆祝有生命 被上帝所选择 创造出来 反而是更重要 所以他们很乐于做生日 从小孩子出生就做生日 后来连狗也做生日 连猫也做生日 原因是这样来的 但东方没有这种信仰 我们显然是受他们的文化 而缺乏宗教内涵 只是表象上的文化 我们跟人家学 那就不谈了 那么他们就很慎重 就召集很多人 来 猪彼家庭 左右邻居 然后这小女生 就准备好她的讲稿 注意听 讲稿 还没上小学 就口条很清晰 她就站上他们家的桌子 然后就说 她要把现在所收到的生日礼物 再卖出去 请你们帮助我 因为我想要解救 非洲的那些小孩 她居然这样做 你看 没上小学 没有听闻什么大的道理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儒家也讲的 彻影 彻影之心人皆有之 她发动 而她的妈妈 把她当一回事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这个女孩子 是台湾女孩 或者大陆女孩 或者华人家的女孩 很快就被她妈说 小孩 有心没嘴 想想的就好了 想那些 等你们呢 以后读书赚大钱 再来做 还听 华人的爸妈 大概是这样教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们觉得对人举手 举手一下啦 你觉得呢 对不对嘛 我没有诱导你 但你觉得 那个网路上面的加一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华人社会 但是你注意 西方人不是这样看 他们从小就认为 小孩子的志愿 不能够亲事 他们甚至于认为 大人有责任 也帮小孩子完成他的志愿 后来啊 他那一天就卖了 美金一千多块 他就把这个钱 寄到基金会去 就寄的基金会 指明说要帮忙做警 那以他的名义 他的生活礼物都卖出去 高价卖出去 接着呢 他开始如法炮制 他越演说越熟练 他到他的幼稚园 慢慢的呢 他到了上小学 每一年 整个学校 会播一天的时间 给他做宣传 他怎么做呢 他跟他妈 居然去捡什么 就跟慈祭一样 去捡那个宝特瓶 去做回收 然后呢 他跟人家要回收的东西 他也不跟你拿那个 真正的钱财 他说你钱财给我OK 但我也跟你收 那类似的宝特瓶 拍档鼓虾 你听不懂 他也去卖 然后也勇于跟人家要 我跟你要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说 他自己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说明 说我跟你要这些东西 是为了要做那个事 接着呢 他在小三的时候 写了一封信给比尔盖茲 说 意思就是 他翻成中文很好笑 他说 人家大人都 比尔盖茲先生你好 大人都告诉我 你非常有钱 你甚至于是世界上第一首富 但我有个事情 想要请你帮忙 不晓得可不可以 那巴拉巴拉就写了 非洲小孩很可怜 我现在跟人家要钱也很辛苦 你这么有钱的话 施舍一点给我 这样 就大概这个意思 他就写了 就继续了 比尔盖茲亲自回信 亲自写信 亲自写 不是用电脑打的 你看西方人是这样子的 西方没有比较好 但西方对的东西 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样了解吗 西方人也很恶的 也有很恶劣的 也很过分的 也是以灵为祸的也很多 没有说比较好 但他们对的 我们可以学 我们才能够纳百川 而能够成就我们自己 诸位 你有这种指南吗 你有这种产生生命价值 跟目的的能力吗 她是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女孩子 就能了 而你呢 我真的很想问一下 你们愿不愿举手 我不知道 自觉今天已经有了生命目标 而且堪称有意义 不要讲远大 你觉得太有意义了 我就找到了 来 举手一下 有没有吧 上面那个纸上面说有 有找到 写一下好不好 认为有找到了 没有也写 确定没有你就写 没找到 你这三个字给我 等下我要看问卷 我知道台湾小孩 华人小孩就这样 大庭广众 除了刚刚那个小妹妹很厉害 敢举手以外 很少人愿意举手 很少人愿意说我怎样 我告诉诸位 你没找到不可耻 找到了也不保证 我只是说现在的你 没有指的写一下 我没有现在要收 我只是叫你 这个答案这样子给我 我等一下讲到后半段我要看 诸位啊 你看看 还没上小学 你知道后来这个女生怎样 你知道吗 有一直追踪哦 她后来去读 美国十大名校 当中的其中一个 然后呢去读什么 就是读社会 救济相关的 那后来她还到联合国去做演讲 这女孩子已经现在已经 恐怕是嫁人为人妇了 也说不定 她一辈子这样做 从还没上小学的五岁哦 从一而终 她的那个目标伟不伟大 我们 我们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 她那么清晰 其次 周边的人那么支持 第三 她居然 可以做到底 指南是什么意思 生命的指南是什么意思 就是清晰 坚持 不用坚持 清晰方向 然后 抵达目的 或者抵达你要的 那个方向 不一定到达目的 但是方向一路清楚 我们很需要这样 为什么 生命很短暂 而且 杂项事物很多 杂项事物很多 要人际应酬 要满足自己的欲望 要去喝下午茶 要去看电影 还要生烦恼 还要带小孩 照顾老公 甚至于更惨的是 要防范老公 有小三 还得要去进行 好多 叠对叠的动作 这个社会很辛苦 对不对 乃至于这个 正在工作或者读书 或者过程当中 这个 这个 周边其他人 租队友 很多 造成我们呢 很多工作上面的困扰 还在学校当中分组的时候呢 我跟我那一组的人 老是搞不定那个实验 太多种样态 你是浪费你很多时间的 那你说 你的理想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实践 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个指南 你根本 你方向怎么确定 你确定了 你用多少时间能完成 对不对 我这个年龄的人 我们已经觉得说 生命已经快不够用了 我们的方向很清楚 我要求生极乐世界 但还没去极乐世界之前 应该为台湾乃醉汉传佛教 做一点什么事 但想做的事情 就算少到剩一样两样 也很难有那么完整的时间 但我们方向清楚了 我只能想说 如果当年能够早一点 做的话不是更好 或者是说 做更多的准备会不会更好 但人生常常是这样 走过了回不了头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 你那个方向 你生命中的方向 早一点确定 并且 早一点去准备 它可以改变 指南 并不是指南针本身是方向 指南针只是一个原则 对不对 你要朝东来朝西 透过指南针 给你一个方向 佛法给你一个原则 你人生真的要什么东西才有价值 透过佛法作为参考坐标 你说那个事情 在佛法来看有意义的 我愿意去做 我愿意投入一辈子 那这样话你早一点准备 那这样话你早一点准备吧 我愿意去做 我愿意去做 我愿意去做